接下来进行第三场论坛 主题是国文教学的当下眺望 从早上的教学评量 各种设计与教材研发 再到华文地区教育方向的观察 最后我们要回到自己的教学现场 期盼从当下出发 共同凝聚未来的希望 让我们介绍今天的论坛主持人 北宇宙杨世瑞校长 隐言人国教署在署分副署长 隐言人国家教育研究院 课程及教学研究中心 范信贤前主任 隐言人宜兰高中王盈校长 隐言人北宇宇宙陈丽敏老师 在此同时宣读以下议事规则 一 主持人开场五分钟 倒数一分钟举牌提醒 五分钟按铃提醒 二 隐言人发言十二分钟 倒数三分钟举牌提醒 十二分钟按铃提醒 三 提问与交流 二十二分钟 倒数三分钟举牌提醒 二十二分钟按铃提醒 在这里要提醒现场的老师 发问以一分钟为限 而来宾回答请以三分钟为限 四 主持人节语五分钟 倒数一分钟举牌提醒 五分钟按铃提醒 有请主持人开始 各位隐言人 各位今天海流到最后面的认真的老师们 大家好 谢谢让大家担心 因为早上我们又来参加开幕式 身体革命了一下 刚刚各位有没有看到那部影片 有 有看到 有些人没有看到 没有看到的话 记得去YouTube上搜寻一下 影片的名称将叫做 插旗工程 这部影片 美国的一位出名的记者 他到了德国 他到了芬兰 冰点 也到了图尼西亚 到了葡萄牙 去看各个不同国家 有很深刻的体会 其中我为什么要放德国这一段 是因为要让各位去感受到 这个国家工人工时 三十六小时 但是它仍然是世界一己强国 我刚刚跟副作开玩笑说 还有跟王校长说 我们应该是上班三天 休息四天 按照这样的工时 在座各位老师 我相信也是一样的 可是他们为什么会成为这样的强国 后面有一段让大家可能比较不太舒服的影片 因为他们愿意去面对历史的真相 发生了什么 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那个小学里头 老师会问学生 如果你要永远离开你的家 在你的皮箱里面 你只能放一件东西 你会放什么 会看到那些小学生 脸色的民众 他们不会忘掉 他们的祖先做了什么事情 所以所有经历过的点点滴滴 我们是不是能够很真诚的去面对 以及我们怎么去教导 我们的下一代 秀密要做的事情 很抱歉 今天是主持人 刚刚我们的副署长说 会借我三分钟 就我竟然这个主持人也有PPT 因为我想要跟大家说一些话 就在这个地方 两个月以前 小野来这里演讲 他是一个非常出名的作家导演 编剧等等 但是他一开场 让我当校长的坐在底下有点尴尬 因为他提到 他的几个兄弟姐妹当中 最会念书成绩最好的那个妹妹 一路上都不快乐 他是美女的校友 让我真是三条线 但是呢 他提到他的妹妹为什么不快乐 因为他一路上面 不断地在追求别人的给他的肯定 他一路上不断地要超越他自己 要跟他哥哥一样 但是他要追不上他哥哥 有一件很小的事情 在他小学毕业 那个时候要考初中的时候 他考了全排委师第五 所以他进了师弟初中第一志愿 他到他的小学回去拿这个毕业认出的时候 拿这个成绩单的时候 被老师打了一顿 他得了第五名 那个小学成绩不是很出色的 那为什么他被打了一顿 因为他没有得到第一名 他不是状元 让老师没有机会接受访问 哇 我们能够想象吗 所以以后就一直都成为他的梦魇 我相信我们现在这个空间越来越大了 各位知道最近有一部纪录片即将要上来 还过天空二十年 这里面有六个不同的人 在二十年以前 我相信他们在社会眼光当中 是非常清楚阶级排列的 但十二十年过后 这六个人各自有自己的天空了 没有一个人 他们是在虚晃自己的人生 他们都找到了自己的目标 其中有一个人是我们的校友 他也并没有成为一个大家所期待的 因为他念的都是一路上最好的学校 他Stanford 毕业的 但是他也并没有因此就成为一个学者 他去当了一个网路的老板 他卖的东西是什么呢 是硬的用品 为什么呢 因为他成为妈妈了 所以我们怎么去定义成功 这是我们这个社会要风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所以我才会想到这一幕影片就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给我们大家 OK 那么在接下来 在108课堂当中 看就与实作对各个高中是一个挑战 可是各位看到台北市的课程博览会里面 这是我们的设备组长已经在分享里面的老师这么多 还有一门课程 立明老师参与其中 我们正在开设阅读与理解 在这门课程当中 学生的学习 各位看到这么样的活泼有趣 所以我就会想到 这是为什么我开始不一样 我期待108早一点上路 我期待大家能够一起创造一个对学生来说更友善 不一样的学习环境 这个才是我们共同要的 虽然我们面临了很大的一个挑战 有很多东西我们必须要真诚地去面对它 各位可以看到 这里的立明在做说明的时候 这是门外的老师 可能在座各位老师也有人在其中 我们都愿意去做 我们需要要有更多的音架 我们愿意一起共同去努力 不是吗 在谈性学习的部分 我们学校也做了非常多的努力 我们在想到我们要做的事情 底下这里是北京的十一学校 我们有很多时间在说 我心里想 还好台北市政府教育局给我一点钱 要不然这是我们学校最有外面家的框框 我不知道怎么去跟人家去对比去 但是我们现在还要再创造另外一个 比较属于休憩式的学生使用的空间 还好我们学校校委会 愿意支援我们经费 我们在面对着很多 不断的一些挑战跟变化 所以我们一直都努力地向前 可是我们的目标要掌握清楚 只有一个 就是我们要我们下一代好 要我们下一代好的原因 没有那么了不起 不是完全在成就他们 其实有一部分在成就我们自己 因为失败是在衔接当中的 所以我们连怎么样去做课程地图的规划 在礼拜一 我们的教务主任 就会跟我们的所有台北市的教务主任 一块一块拼图去拼 第一块已经拼出来了 下一个礼拜一 我们会一起把这个地方再拼出来 怎么拼 我们把全校过去三年 我们学生所有升学发学权 全部找出来了 前三名用绿色的把它标出来了 因为有这张图 我们后面在跟老师谈论我们的课程 要怎么分配的时候 是有所本的 大家不用瞒天叫价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学生是过去三年这样在学的 他将来进大学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和家长分析的时候也有所本 因为学生未来去的科系大约会是这样的 那这个部分也可以做自己去了解 我们学生生涯发展的趋势 因为我们会看到 我们有一些数据是奇怪的 比如说为什么这里会下降 这就是我们自己也想要去了解的 这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东西 因此一步一步都需要往前 我们的学生处越来越少 所以我们要让每一个孩子都成功 今天在这里我们要拼一块图 是什么 是关于国文的教学的部分 大家遇到了很大的挑战 大家遇到了一些问题需要克服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 我们成为老师的初衷 因为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 有更好的生活以及未来 有一天我们是不是能够像 刚刚影片上所看到的德国 当他们心理压力过大的时候 可以三周去接受水疗 而完全不用付钱 因为他们的政府认为 如果不是这样 他们要付更多的医疗负担在未来 我们是不是能够互相 更加友善地对待彼此呢 我们是不是能够让台湾这个小岛 每一个人民过得更有尊严 每一个人能够彼此有更多的信赖呢 OK 这就是我的开场了 接下来我们就要请我们几位 营严人来开始跟大家中发告了 首先我们先邀请第一位非常重要的营严人 几次开会我都体会到他对于学校熟悉支持以及投入 我们的副署长代学的副署长 掌声欢迎他 谢谢我们这么强威有力的主持人 我们的杨校长 其实杨校的那个引言已经帮我的那个简报 我们做了大部分的这个诠释 这里面有几个蛮重要的概念 就是说第一个其实就是社会其实是多元的 那我们就是那个价值其实也是多元的 你就是很难以就是你以单一的就是标准或是原则去律定 现在就是在这样一个多元价值的社会里头 就是谁要谁就是做什么事情 然后谁做了什么事 一定就是可以得到什么样的那个结果 这个其实是非常难的 第二个其实也诠释了一个就是 因为早上就是听上午的那个论坛 也有就是也有就是我们的年人 或者会期待政府可以扮演什么 就是很强的角色 但实际上呢 以现在的那个民主的那个社会 政府那个强而有力的那个角色 早已经其实很难就是不是政府说了算 已经不是这样的一个就是时代了 那不管是在课纲的发展 或者是我们要去就是比如说 这场是博语文的那个教学 那我们很想就是怎么去努力的提升 我们未来下一代孩子的那个语文能力 其实你很难说就是政府说的算这样 真的 所以在我的那个角色里头 我一直都很清楚的知道 我只是这个社会发展里头就是其中一支 其中一支 但是我也是很努力工作 我也是很努力的在扮演就是我的角色这样 好那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语文 就是一开始我早上说的 语文它其实不是只有一个工具 尤其是就是当我们就是从文学的角度来谈的时候 其实它对于孩子这个生命的提升 是有非常非常大的那个动能的 那我今天从一点到四点 关了三个教室的课 然后也听了大家的就是那个说课跟译课 非常非常非常的佩服 我觉得我下次遇到部长 我们一定会跟他讲说 部长其实你可以不用担心 你可以不用担心 我们的老师对于那个核心素养 诠释的这么精彩 那整个教学的演示 这么的那个透彻 根本真的是已经 我觉得比就是我们每一次这个图 就是一出现 就会跟老师讲说 你应该怎么怎么样 但是今天从整个校午的这个演示 跟老师的对话里头 我觉得郭奕文的老师 已经百分百能够掌握这个 我们孩子未来的竞争力了 各位说是不是啊 给各位一个掌声 给自己一个掌声好不好 真的非常非常的棒 那我这边要讲的已经不是 告诉各位说我们未来要怎样 我要分享的是 当我看这个图的时候 我觉得我最心理的是 就是那个这样的一个麻花的结构 就是各种各种的能力 其实它是交织的 那个交织其实包括就是 而彼此其实是融合的 是融会的 然后是协作的 而是互动的 然后不分彼此 也是跨域的 而且呢其实就是那个ation 要有行动 要有实践 它是从行动跟实践中 然后有学习 学习它是落实在那个ation 就是那个行动 或是我们讲实践这样 所以我也觉得就是 大概就是未来我们孩子就是不得不 不得不的就是必须培养的一个能力 它的那个竞争力这样 就是这个图其实跟上面那个图 其实是很类似的 然后就是素养导向式的教学 培养带走的那个能力 而今天我已经看到 它是在我们教学的现场已经实践了 好 这里就是要跟各位报告 就是国教署做了一些什么事 会课纲 然后让导师可以就是实践这样的 素养导向的教学 我们浮沉了什么样的架构 让这个教学的现场 那个土壤更就是温暖一点 然后可以长出就是我们期待的那个花朵 而第一个部分的话其实就是 我们会有一个课程计划整合的平台 这个计划 课程计划的平台 目前其实是在台中加商浦钢 不然在宜钢 浦钢在宜中 然后就是季高在台中加商 对 然后那个中高的话是在 藍头高商这样 那耳后的大家会一起会整在台中加商 那那个会整之后呢 其实是会跟就是学生的学习历程连结的 那连结将来就是在大学端 入学大学的那个考招 会回头有权限来看到孩子的学习历程 以及就是学校的那个开课的那个课程 所以老师开课的 课程的那个状况 学校的那个特色 以及孩子选修的那个课程 将来在大学考章那边会被运用 那因此这个就是课程计划的一个整合平台 是一个很重要的配套 那另外我们是强化学校的那个课程规划组织 运作以及课程的领导 课程计划组织会定一个就是 新课纲的课程规划的一个要点 那将来对于就是那个不定课程 校定课程多元选修自主学习 他要怎么运作 分组怎么分组那个部分呢 会有一个规范 然后也会辅助 因为你开多元选修所需要的那个终点费 以及就是刚校长有秀出来那个多元的空间 不管是你自主学习或者是小组分组研讨 他需要一个比较开放的那个空间 部里头也会补助 还有学习的一个教室里头的基本教学设施 或者是季高里头的实习的场所 都有预算 从107到109其实都会有这一些设备的那个补助 跟空间的一个经费的补助 另外的话就是对于新课纲学生的视线辅导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在就是新课纲里头 我们实施之后也会有课程咨询辅导老师 他会就是协助学生去认识你学校里头所开的课程 然后对于就是大学 大学群那边 他们就是你高中的课程 未来跟怎么跟那边衔接 以及就是大学那边的 他会看高中什么样的课程 这个咨询辅导老师会协助学生 在选课的时候会做帮忙 那我们现在就是规划里头是200名学生 会配一个咨询辅导老师 那他也会解课 解讲解课 那有一个召集人可以解释解课 这是目前的规划 他会跟导师做生活辅导跟辅导老师做心理辅导 会构成一个就是学校的辅导体系里头 一个三角的架构 就是稳定的帮孩子 就是我们达到世心良才的一个理想 好 我刚刚一个是 好 那我们其实就是也会去留意学校的一个 开设课程的一个状况 好 这个前导学校跟二代高院我想我就不再多说 另外的话就是 署里面会将就是 帮助老师 好 专业成长的一个架构 会有一个三级的辅导体系 就是从国教院大考中心那边 会有研究教师 会建立人才库 到我们的工作圈 就普高跟季高的工作圈这边 会带着学群科的研究教师总教师 然后连结地方的课程推动中心 或者是辅导团 高中的话我们会称课程督导 跟课程的辅导员 然后去帮助学校 这是第一层 类比 活动小他就是一个中央的辅导员 这一层那在县市这边呢 就是县市的辅导团的辅导员 对学校这边 这个会连结成一个 三级的一个辅导体系 细节 待会王校长可能也会提 好 以语文科为例的话 语文学科中心是全国的那个 国语文的教学中心 那他将来会带着地方的辅导团 然后到学校成为一个就是 支持成长的一个网络 好 这个是我刚刚说的 未来会有一个大学选材 跟高中选材的一个辅导的系统 它是连结高中端的一个 自我认识的一个系统 到高中的学习的历程 然后连结大学的自我探索 它会是系统可以连结 资料也可以相互的语照去应用 这个是一个广告嘛 然后办考中心黄主任所谈的 考招的联动那边 我们未来会有三场的那个 就是新特纲素养导箱命题精进的一个 研讨会欢迎老师参加 好 那这个其实就是可能多说的一个 应该是怎么样 期待 但我想各位老师已经实践了 就是未来我们希望就是有更紧密的连结 为我们彼此而成长 那基本上是多元的弹性的 那是可以适应社会发展 而且是系统性的一个前进 好 以上我的理念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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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宏观的部分 来谈 关于在过去这一段时间 从节诺性的部分 已经做了哪些事情跟独立 未来也要怎么样跟地方 以及各个学校 甚至于老师们结合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再请范兴贤主任 来跟大家进一步的再来谈 就从国教医院这个部分 来跟大家做有关于素养导向 以及相关的一些报告 我们来掌声欢迎范主任 谢谢 主持人 其他三位演员两位大家下午好 非常感谢主办单位安排这么高品质的研讨会 那我从下午一点也进来跟着看 观课跟着大家做一些讨论 那我觉得说在今天跟大家做一些共同的学习在这里 那如果说今天的研讨会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是在谈素养导向的教学与评仰 那会谈这样的东西当然是在一个 十二年国教课纲底下的脉络来谈的 那程度上所说的 十二年国教课纲里面 还有最重要的理念精神 就是怎么样可以让每个孩子 找到属于自己的第一名 让每个孩子都有机会成为更好的自己 如果说要让这样子的东西 让每个孩子成为更好的自己 不是一个口号的话 对需要来讲最重要是透过两个部分来做嘛 一个是课程 一个是教学 那刚北云今天也演示了效果课程 怎么样做了一些改变 那我们今天会聚焦在另外一个 素养导向的教学 那特别是国语文的这个地方 我们怎么样来看 那其实上面我想说对国语文的教学 我绝对没有在做各位的专业 我能够做的是从一个素养 刚出总刚 这个源头在总刚这里 那总刚它到底对素养是怎么样一个想法 总刚对于我们现在的国语文教学 可以注入一些怎么样的能量 注入一些怎么样的可能的工具 让我们可以在我们教学里面 跟着时代的变化里面 跟着孩子的需要里面 可以有一些的改变 那如果说我们也看到 他会必须在每个部落格 他的部落格名称叫做国语 课不等于课文国 那如果大家点进去看 就会看到很多有关于这方面的讨论 那这个意思是说 其实上面 国语课不是只有把上面的课文把它交完 叫做交国语的 更重要的是底下的这些 那这底下是些什么呢 比如说像国语文里面他会强调语文 强调文学强调文化 那我可能早上又谈到了这个部分里面 更强调的是未来 绝取信息 广泛理解统整等等 这个部分里面广泛业图在这里 那整体来讲其实上面 怎么样可以透过 国语文的课文 或者是一个主要材料 可是怎样可以让孩子 能够有更多的识辨 理解 省思整合应用 能够应用到其他不同类型的文本 甚至不同的领域里面去 会是一个 国语文书养课文教学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在这里 那这样子整体来讲的时候 我觉得说那个冰山底下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是在谈素养的这一块 如果一个国语文 在课文教学里面 怎么可以培养孩子的素养 那素养这部分的源头 当然回到总法里面 我不在意信念 可是它这边有几个重点 现在跟未来 孩子是要面向未来的 他不是只有高中毕业 他有大学 大学以后他可能要研究所 还要进到社会里面去 所以我们这边可以为未来而教 为未来而学 是素养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考量 第二个里面 他包括了这个素养里面包括了知识 能力 以态度 他考量到这三个层面 第三个他强调 跟生活的结合 我想说今天也强调了真实情境 生活情境 我们跟生活结合 而且他要实践力行 最后他想要回到学习者的全能发展 这个观点里面来看的 那我们看到总纲里面的时候 大家常看到这个图 总纲3.9下 他外国为什么要特别帮生活情境 他就强调说培养这些素养里面 我是要透过生活情境来培养素养的 培养这些素养的 他有机会再回到生活情境里面 去做应用 去做潜移的学习 这个才是整个素养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在这里 那刚刚副照片又讲这个了 其上面OECD它迈向2030 你看它出来的知识 技能 态度跟价值 这个不是从我们1956年 Bloom在定目标认知分类 就已经这样在讲了吗 那我们现在还是在讲 认知技能 态度 并没有太大的改变 可是它里面的重点 也就像大夫所说的 怎样可以把这三个整合在一起 编织在一起来教 这才是所谓的素养 而且让它还是能够实践 我又不是知识分开交 知识技能分开交技能 态度分开交 态度上这三个可以整合在一起 那这三个怎么样可以整合在一起 等一下我再来喊这个样子 所以我用这张图的意思是说 那整个素养导向教学里面 绝对不是只有谈核心素养 三面九项叫做素养导向的教学了 因为我们简单一个逻辑 我们各领域的学习重点 不是完全都从三面九项那边来发展 我们各领域的学习内容的 各领域还是有它自己的一些学习内容 我们各领域的学习表现的时候 我们都有一个机次领域检查 对应到三面九项那边 有彼此呼应的关系在那里 所以一个完整的素养导向教学 它应该要包括 关照到盆树上的三面九项 关照到知识跟技能态度的这个层面 关照到这个学科的本体 为什么要学国语文 如果今天孩子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要学国语文 今天或者更具体一点 今天为什么要学 持好力 今天为什么要学蓝天集训 你只要可以给孩子一个 把他难道只为了考试 难道只为了 说这是因为古人的文化进化 这样而已吗 那个学科本子里面前面 就是要我们得要去回应 这样一个问题 那过来的时候它还会跟我们各领钢的学习重点有关 那当然学习的重点里面 它是由学习表现跟学习内容所组成的 它一个重要的地方 它在谈的学习表现包括了认知的历程 包括了技能的层次 包括了态度的层次 那学习内容就比较像是我们 规委里面所讲的字词 文本 文化等等的 这些的内容在这里 那其实上面我们在看学习重点里面的时候 可以这样子来看 这个地方就是学习的内容 那除了这个之外 学习表现就在所谓的认知历程 技能跟情谊的部分在这里 那我试试看可不可以做一个连结 因为这地方你会带给我们一个图像的看法 好 我刚刚有试过 不太容易连结 所以我会把试的跳出来 这里面文字可能没把它那么清楚 可是我给大家看一个图像这个部分就可以了 我们在谈的学习重点 它是有学习内容 这地方知识 你可以把它当过学习内容 然后它这边有认知历程 然后它在想象这边有个情谊的向度 这边有个技能的向度 共同来构成的 那为什么要特别关注到领纲里面的 学习表现跟学习内容 你看到那些动词在用的时候 全部都是有意思的 那这什么意思呢 如果说我们的微文教学还是停留在事实的记忆上面 那它怎么就列出来 找出来 背这些的解释等等的靠在这里 可是 我们面对这么快速的变化的时代里面 一个国文的教学里面我觉得最重要的 如果还是要能够面向未来 我们要有机会有一个更好的社会的话 教育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工作 不再只是复制知识 它更重要的是要能够生产跟创造知识 自然的创造知识的时候 它需要的 你可以看到这边 自然的创造里面 它需要更好层次的 它需要涵盖到不同层次的认知的思维 需要涵盖到一些技能跟态度的层面里面 我们才有可能 这样还是可以面对未来 它才有可能创造知识 好 那如果说我们用这观点来看的时候 那大家一定会去问 什么叫做素养导向的教学 这是一直常常被问的问题 整理这个问题的时候 其实上面我们一个简单的看法 好 我们看这个好了 那待会我会扣勤 我今天观课的一些部分里面 跟他做一些分享 那什么叫做素养导向的教育学 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工具 什么样的观点 可以帮助我们回来看我们国语文的教学 好 这边的时候我们谈素养导向教学里面 四大原则里面 怎么样可以回到01的学习重点 然后加上这四个层面 这四个层面 这样讲会有点抽象 那不好意思 我应该很快就跳回来 我刚刚关完课以后 然后我看着老师的教学里面 我大概把它写出来 用手写的 大概就是四大原则 第一个原则里面 是我们可以把知识 技能跟态度 可以整合在一起 那我们就得去想 刚刚我们在看VCD那时候 它是像马话一样整合在一起 那是什么时刻 这三个可以整合在一起 刚刚看到一个很重要的 我看到9小时用的 给孩子一个情境 哆啦A梦回到4号里那边 男人继续 我回到那个情境里面 给孩子一个任务 抛一些核心的问题 或者用个主题 用个专题等等的 去做这个整合 第二个里面 我们在谈情境脉络化 那国语文里面 一个对国语文来讲 我这样在思考 那个所谓的情境脉络 一个部分 这个课文 到底跟孩子的生活经验 有什么关系 十号立 蓝亭局续 蓝亭局 其他面它就是一个聚会 续的时候 他为这个聚会里面 写一个文 他就看到 不好意思 素晶老师还是什么 对素晶老师 他就会把他跟孩子里面 现在有一个聚会 那如果聚会里面 我写一个脸书的贴文 我怎么样来写 他就是一个聚会 然后一个 我要写一篇文章 十号立 我看到立民老师 他就把那个 颜美的 马尾的那一篇 然后后来回到 哆啦A梦里面 如果是 他怎么可以看到 什么故事的结构 等等的 所以他怎么可以跟孩子 生活经验放在一起 然后他课文本身 因为对博文来讲 课文本身 就是最重要的情境 怎么可以这样 还是从这边 有同理共感 那如果说要这样子 去做的时候 他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直接慢入化里面 我们再说 课文是一个test 可是怎么可以这样 还是从一个context里面 来理解这个test 这里面的时候 包括了 刚刚我看到了 他会从那个时代 那个作者里面 他是个怎么样的人 他为什么会创作这篇 甚至杜甫里面不只写了 那个 十号立太写了 什么长安立 等等 他还写了等等的 然后为什么他会写这些 然后看到丽敏老师 他还修除了当时 安禄山等等的 怎么样是公 所以为什么当时等等的 他把这个时代做得出来 另外一个部分 很重要的地方是 这个文本的架构 所以为什么很重要 就要去做 我还有几分钟 今天到 没有了 好啦 那就有机会 不好意思一个 这是六小时的工作吧 然后我只能够很快 让他看到 那这边就会有一个 很重要的地方 你怎么样可以回到 文本架构里面 去看到 这个部分 然后学习帮忙的策列 这边就是 饼缸里面 在谈到这些表现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怎么样让孩子 学会学习 所以饼缸里面 那些动词 都是有意思的 我看到老师 刚刚就用到很多的 怎么样可以做解释 做推论 我要让孩子 学会这些 我一定要透过一些活动的设计 然后最后 让孩子可以做一些 整合活用的 部分的证 就是这样子 然后 大家可以看到PPT里面 就是我放了一张 无名义的 一段小短文 这样子 那我一直说 塑料导教学 它绝对不是一个名词 它是一个动词 我们在座的人 我们每个人 都不断的在尝试着 看怎么样 会是一个最好 不是一个名词 它不是一个固定的模式 它可以跟随着 每一个部分里面 注意到这四个原则 那我后面 PPT没有谈到一些设计的部分 它可以参考 可是 塑料教学里面很重要的地方 不只是孩子 是学习症 我们老师 也要是一个探究者 跟学习症 那这样子 我们的孩子 眼睛才会有光 我们还是要有机会 成为更好的自己 这样子 好 谢谢 谢谢 强调的我们的同学 不但是要学好现在 而且要能够去面对未来 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他要成为一个有温度的人 所以他不是只是拥有知识 只是拥有技巧 只是拥有能力 更重要的 他还会有很多的感受 想法 他能够去因应面对这些 往前又推进的一个层面 再接下来 继续再往核心推进 我们欢迎 我们的学科中心的大老板 宜兰高中的 王银王校长 掌声欢迎他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楊校长 副署长 范主任 还有丽敏老师 感谢 几个礼拜前 楊校长 跟丽敏老师 给我这样的机会 回想民国76年 我来北宇女的社团 他们邀请我来这边 一个演讲 我谈的主题是非常硬的 叫谈谈马克思 民国76年 那时候还不是那么的开放 所以从76年到今天 大概有30年的时间 我们北宇女的这个变化 真的是蒸蒸日上 那我想 从我自己本身的工作经验 和自己的一些教学的心得 来跟大家一起分享 那这个 几个礼拜前 跟丽敏老师提 我要谈什么 我谈了一个叫跨界 所以我今天来 我是学社会科学的 我绝对不敢捞过界 但是可以谈一谈 我自己跨界的一个经验 这边有三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意思 那第一个 我们一起来思考 一个是什么是教育的新典范 那我们当然对应的是 是数量导向的教学跟评量 但是我自己一直在想说 我们的教育改革 课程的改革 它不是从真功当中发生的 它是在我们的现有结构里面 也就是说它不是从一开始的 比如说刚刚范主任所秀的 其实我们过去也谈到很多的知识能力 跟这个情谊的这个部分 只是说我们在过去的这样一个 稳健的基础之上 那我们怎么样来求情求变 那第二个是 学科有没有疆界 我想我们来问自己 我们国文科究竟有没有疆界 我初步的思考是任何学科 一定还是有它的疆界 只是说在面对全球化的过程里面 我们不能在这样一个框架里面 我们要踏出去 看看别的这种领域里面 有些什么样的可能性 那如果我们踏出去之后 我们会进一步去想说 我们究竟可以走多远 我想这个是我们关注的 那第三个是谁的主体性 我们总纲里面有提到一句很关键 是说学生是学习的主体 那我就在想说 那我们老师呢 最近台大历史记教授 华玉生有一本书说要向海洋思考 它里面就提到一个是 我们过去的思考 往往是以台湾作为主体性 这样来思考 而忽略了这个 互为主体性这样的一种角度 所以我觉得如果从 学生主体性这个角度上来讲 我觉得更好的一种方向是 私生互为主体 那这是几个问题 我想可以待会来进一步的讨论 这是日本的第二位诺贝尔文学养得主 大厢建山郎 他的一本书是 为什么孩子要上学 光是这个书名就可以来提醒 提醒我们也可以进行学生 我们到学校去工作的动机是什么 那这个学生到学校去学习的动机是什么 所以这边有三个非常重要的课题是 动机意义感跟这个希望感 好那这一天看了那个艾伦迪波顿 他有本书叫做人生问题的有意见答案 那里面是提到那个法国有位 画家像马蒂斯 那么他的一段话 那我稍微把它念一下说 成功跟失败的分野来自一个人有多相信可能性 还有能以多大的精力去说服别人一起相信 相信可能性 这个意思就是说跨界 刚刚特别提到说 我们跨界之后我们继续能够走多远 相信各种的可能性 然后去说服别人一起相信 那这个就是不只是自己倡议 而且还要去团结一群人 所以有一句话讲说 我们如果要走得快的话 我们就一个人走 但是我们如果要走得远的话 我们就一群人走 所以我觉得我们整个课程改革 在学校里面最核心的就是 我们整个备课的社群 那我们现在还要跨出去 还有校内共备社群 还有校记之间共备社群 好 那这次我们都是在教育界服务 我想我们来看看 政治大学师徒大前教授 他基数十年的经验 写了这样的一本书 几个重点 听说独享 那我这边要特别提的是这个想 我自己的一个想法是 我们高中生这样的一个阶段里面 因为他们的这个生活的经验 经常是被压缩的 所以想的这个事件事实上不是很多 最近有一本书是哈拉瑞所写的 人类大历史 人类大命运 他问说 我们人究竟跟动物有什么重大差别 差别就在于思考 我们人类能够去思考 那这边的思考 我觉得可以从两个方向来看 第一个是系统性的思考 所以我们推动整个课程改革 也是要从系统性来思考 那刚刚副书长 整个的一个架构就是一种系统 那第二个叫后设思考 后设思考的意思就是说 我思考我现在正在思考 所以说我可以在这边跟大家分享 我能够意识到我现在正在分享这些事情 就是一种后设思考 那我觉得在这个高中阶段里面 我们可以给孩子这两个核心的素养 那这是芬兰辛克纲 培养七大方向的能力 这个能力当然自换成素养 那刚刚我们杨校长非常贴心 让我们看了这个德国的一些状况 那其实这边都可以看到 那么数学能力多元试图文化试图 思考跟学习的能力 那事实上我们这部的课纲 我觉得还蛮进步的 如果从芬兰辛克纲这几个部分来看的话 对比我们的总纲其实都有提到 好那这个芬兰辛克纲 它一个就打破那个学科的框架 那采取所谓的这个主题式的这个学习 那这边的主题式 比如说它会去研究欧盟 研究这个气候变迁 研究整个芬兰独立100年 那今年是2017年 比如说我们现在宗教改革是500年 15、17年马丁路德宗教改革 那这个我们在设计整个一个课程的时候 也可以以这样的方式来做主题式的研究 那这个主题式研究 是最好去做这种跨科、跨领域的方式 好那这个刚刚已经有了 这张政府非常经典 所以大家一直不断地引用 那我想我重点不在讲这个 我重点在讲后面这个 什么叫� Mac Do 因为11、27号 要跟着国家温 jail 到香港去去见学 所以就买了一些香港学者所写的书 新宝强,是香港宁然大学的校图 他寫了一本書叫缺缺無石 我就看到裡面提到什麼是脈絡 我們高中學生的學習 經常是去脈絡化的 去脈絡化的結果就變成非常平面 這是我們在教學現場 比較深的一種感觸 那許教授他就從兩個方向 讓我們來想想 我們怎麼樣從這兩個方向來去思考脈絡 一個是空間的 本土地域全球 第二個是時間的短中長期 這樣子或是三者都有醞釀 我想待會我們可以從這個方向來討論 非去脈絡化教學的可能性 好 這個是陳佩英教授的高優團隊 他們所設計的這個數量導向教學的一個架構圖 我覺得非常好用 待會我會跟大家分享為什麼很好用 好 那這個是課程設計思考的流程圖 待會我會截取中間這一段 好 那這個學期在我們宜蘭高中開了一門選修課 課程名稱叫探究以實作冒號東南亞議題 這是我在暑假期間所想到的 就運用這個陳佩英教授的這樣的一個架構 右邊那個是核心素養 這是從總綱裡面從結局下來的 那下面學習表現就剛剛用這個歐陽這個教授 就是他的學習表現 聽說獨享 那上面的學習內容就用探究實作 那我們社會領剛好就有探究實作 所以我想到我們國文學科也是有探究實作 那核心的問題這個是我覺得是需要花一點時間的 我整整想了兩個月 整個東南亞議題要放在什麼樣的脈絡上去思考 有一次在飛機上 我去東南亞飛機上 就讓他想到中美關係 中美關係在這個東南亞有很多這樣的一個漢堡 所以我延伸這樣的課程 其實跟我們國文學科也有一點點的關聯 我在第六週的時候就讓同學來討論 我們的新移民文學 這是他們第一屆跟第二屆的一個文本 我想現一時間我就不再多提 好 稍微再講一下 比如陳芳明教授他是一個評審 他就特別提到說移民工文學獎的一個目的 是讓台灣可以看見他們從而產生共感 我覺得這個共感 我覺得簡直是說到我自己的心裡面了 好 那我想這個就大家瀏覽過去 這個是海洋文學的一種情況 這個是逃 他們為什麼要逃 他們為什麼非逃不可 當婚姻有了價碼 幸福會變成什麼樣的模樣 這是你 再回到這邊 當婚姻有了價碼 幸福會變成什麼模樣 就讓我想起哈佛大學 Michael Sandel 他的一本書叫做 金錢買不到的東西 金錢事實上可以買到很多東西 但是金錢可以買到幸福 那這個東南亞議題 如果從這個角度上去看的話 我們社會科學倒是可以來跟我們這個文學有所對話 比如說我們可以從四個觀點來看 那第一個叫政治的載智 那第二個叫經濟的剝削 第三個叫社會的歧視 第四個叫文化的霸權 好那我底下也修幾張我們工作圈 做這個多元選修的一個課程的示意甄選 到時候一些優秀的作品 這是我們高師大附中 徐老師所提的一個課程的架構 他的整個的一個核心就是敘事能力 敘事能力簡單來講就是說故事的能力 我想這個是高中生比較缺乏的一部分 好那這是台東高中 國文跟音樂老師他們所跨領域的一個合作 他底下我覺得還蠻棒的 是透過故事的改寫 創作心思後經譜曲轉為歌謠 那我們這樣的一個多元選修的教案 我們都會親自到這個學校裡面去看 他們的原住民的這個同學 我真的是他們自己創作的歌謠唱給我們聽 他真的是非常具有生命力的這個畢成 好那這是今年的多元選修的一個優秀的作品 是中山女高他們的文藝想想 人文經典閱讀和學詩變 這是他們的一個架構 好那這個可能我就沒有辦法再多提了 卡爾維諾為什麼要讀經典 那這篇文章裡面有特別提到 他認為經典可以從這三個方向來看 好所以這邊 先說一點廣告 這是我在以來高中一年半前 在校長時開了一本選修課 就叫經典閱讀 那我們閱讀的經典叫 槍炮並均與鋼鐵 好那最後用這個海洋學科中心 支援中心 海洋學科中心是在我們所有的學科中心裡面 最會去做策略聯盟的 所以他們的這個跨領域的教學 那也是非常經典 那我們這邊 他已經形成了一個架構 那這個架構我在想說 我們是不是也可以把這個海洋文學 把它融入進去 那這樣來講的話 可能會更豐富 那麼海洋這個支援中心 他們這樣的一種選修課程 好就分享到這邊謝謝 謝謝 今天我們又再度的看到王校長的功力 除了忙著行政業務之外 他在課程上能夠跨浴室的去做設計 以及第一線去帶教學 講到第一線教學 就到了我們第四位引言人 本校國文科老師 立民老師 他在國文教學的現場上 真的是無話可說 但是我現在看到他了 要不然我差點好緊張 我怕怎樣誰來說這一段 我們掌聲歡迎陳立民老師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各位請不要再走了 因為點心一定要送出去 太多太多點心 我此刻發言又變成執行秘書的身分 對不起 其實我現在是引言人 我前面剛講的都是執行秘書 要拜託的地方 各位夥伴 今天這場論壇之所以排我在最後來做報告 是因為題目叫做教學現場 學科中心在這兒很榮幸地 能夠匯聚全國來自各個地方的非常優秀的國文老師 因此就是因為在學科中心多年的經營跟課程的發展設計 我想有一些觀察跟有一些心得 可是可以在這樣的場合跟各位來分享 我想未來學大師艾爾文這句話是非常有名 那就是二十一世紀的文盲其實應該是無法學習 不願意學習或者不重新學習的人 這樣的一個新定義其實他強調的就是 我們的學生如果他不能夠擁有學習的方法 他沒有辦法維持高昂的熱切的學習意願 那麼其實他跟文盲是沒有什麼差別的 尤其是在科學以及科技突飛濃進的當今 尋找資源 檢索訊息 判斷其中 檢索所有 並且從中去理解 我想這種種思考的一個過程啊 都是我們在教學裡頭 可能要重新去組織自己架構非常重要的一個面向 那麼我知道在新科鋼草案的審議過程當中 前陣子吵得沸沸騰騰騰的那就是文擺比例 以及所謂的選文的篇數跟內容 那麼我想在這一塊呢 作為學科中心的執行藝書在這兒 剛好我們國教署長官也在 文老師要很誠懇的講一下埋怨 那就是如果全國的高中國文老師 對於所謂的文改比例 或對於所謂的選文 或者對整個課剛的領定 其實如果以所謂的統計數字 或者以我們在媒體上所發出的怒吼 我覺得這些數字跟這些聲音不該被無視 不該不被看見 更不該不被當一回事 不該是這樣的 不該是這樣的 當你現有的體制 以及所謂的法治那邊的委員的這樣的一個東西 要過來說服我們 其實連我都無法被說服 所以我有點憤怒啦 那我覺得今天這個場合還是該講 那我特別要謝謝國教署的副署長 今天他就是從頭做到尾 他也知道呢 搞不好利民一定會放炮 他一定沒料到 全場沒有人放炮 就我放炮 他一定覺得利民怎麼這個樣子 但我覺得該講的我還是想說 因為我覺得這是 讓你不是太舒服的一個感覺 因此 當教育部以這樣的課剛告訴我們 老師們你們要懂素養啊 要好好的從素養方面來 來怎麼樣去設計教學 我想啊 從素養網上教學對大部分的國文老師來講 難度沒那麼高 那麼有沒有對部分國文老師是有難度 我相信是有的 特別是有的時候我們有機會到偏鄉 比較一些偏鄉的地方去做一些教學的 這些示範的時候 我們更加的感覺到 在教室聯習當中 不管是學科中心辦的像全國性這樣的活動 或者各個縣市辦的可能是詮釋性的宣傳 或者是自己的小社區幾個學校一起辦 我們會發現呢 橫出席者橫出席 不出席者橫不出席 就是有些老師其實活在自己的安全圈裡面 長久以來他不見得覺得 簡單來講哪一年的課剛對他來講都沒有 都沒有意義 因為他覺得他已不變一萬變 那我們就來想一想 12名國教課綱能不能讓這群老師 仍然還是這樣的方式來過國呢 有 除非他趕快退休 也就是說他敢在108執行之前 他趕快退休 當然仍然可以過這種生活 但倘若他要在108課綱裡面 他必須過來接軌 那我覺得老師不用功恐怕是沒有辦法的 那麼課程設計跟教師的一個社群運作 老師有沒有發現108課綱還沒到 您的負擔已然沉重 那麼從前幾年的所謂的這一個多元選修等等 老師您整個整套的課程 其實一直都是設計下來的 那我們就會思考 在原有的課剛架構之後 你我在教學裡頭 我們的師生已經有一些習慣性的 教育學的慣性 也就是說你我帶著教育學的慣性 現在面對新課剛 老師我們該怎麼辦 我認為新跟舊必然會產生衝突 而我們勢必要在衝突當中找出平衡 於是我們是不是可以用舊的觀念 來支援新課程的變造 或者我們也可以用新觀念 來調整舊有的教學模式 我後面都打問號 其實我後面是 我的語氣跟我的觀感是句號的 你知道嗎 我覺得真的不是那樣做就這樣做 不然還有別的方法嗎 對不起 我比較努頓 個人真的才輸學淺 我要嘛用舊觀念支援新的 我要用新觀念改變舊的 我真的只能這樣子做 為什麼 很簡單 因為在課程設計的歷程當中 除非您年紀特別輕 要不然坐在現場的各位 我認為在我們的師資培養過程當中 我們的學校並沒有 我們的師資教育並沒有陪我們 並沒有教我們怎麼設計課程 各位要去理解這一點 108課綱的一個上路 我覺得理念非常好 然後名詞非常漂亮 然後可是對於教學現場老師 他忽略到一點 這群老師其實在課程設計的能力 除非你長期以來非常的用功 要不然在我們的師資養成的過程裡頭 這一塊真的缺乏 那現在我們的師大體系 師資培育的系統呢 其實這一塊已經在努力的 要去把它弄好 但是問題是 心生而懂 我們這些怎麼辦啊 我們還活著啊 對不對 所以問題就發生了 所以老師就變真的只有 我還是那句話 得用功 得用功 問題是現在在我們你看 在我們的課程設計歷程當中 基本上學校的一個情境 你教學現場的情境 而後你的課程願景 課程目標 內容方案等等 感覺這個好像是一個很讓人覺得 這是很完整的一個歷程 老師但您知道嗎 我們教師在面對這個課程設計 我們的幾大難處在哪裡 第一個就是我剛剛提到的 我們在師資養成的過程當中 我們缺乏課程設計這樣智能的培養 再加上我們的老師的個性 天生比較被動而保守 所以這一塊部分會造成我們長期的缺乏這塊能力 第二個就是行政支援的不足 比如說今天我有個課程 希望學校幫我標課表 或者需要協同合作 或者我的終點數怎麼算 這個部分呢 國教署已經在著手規劃說 萬一是協同教學 然後終點數可以算一個兩個三個四個 我記得在某一次會議當中我聽到 哇大鬆綁 好像同一個課程裡頭可以算兩個老師的終點數 可是您知道嗎 這樣的紅包一送出來呢 我們有聽到各個縣市的代表 是非常的高興 耳手聲勁 他們哀嚎的是我縣市錢不夠啊 這我又看到一個什麼現象 就是中央很有理念 地方很有苦楚 教師很有難處 就是我看到這個地方 就是目標可以變得很美 可是等你回到現實落實 那是什麼 一間教室一個老師幾張桌椅幾個學生的事 所以我一直認為這個實際的東西 如果你沒有把 尤其是經濟錢這部分 那要警覺要去面對啊 第三個難處是什麼呢 就是也許我有課程設計的能力了 我有這樣的架構我有這樣的能力 但是我的什麼啊 我的課程設計能力是偏頗而不足 什麼叫偏頗而不足 比如說你會觀察到 我們的同事當中 有人有能耐設計一整個學期的課程 我們就選修好了 但你其實他自己有沒有去評估過 還有他的課程有沒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課程前 他的內容淺化 第二個失了教 第三個架構根本不完整 老師我們現在講別人 其實我們可以回來審思我們自己 就我們自己在設計課程的時候 這都是因為我們課程設計的能力 有所不足或偏頗所造成的一個結果 好 那另外還有一個目標 另外還有一個難處是什麼呢 我們在校內啊 在做協同合作的時候呢 因為我們的教學環境 長久以來獨立而封閉 以至於我們要跟別人呢 跨科合作教學 其實我們是有一點難處的 有時候也不是你要不要 是別人要不要 有時候也不是你習不習慣 是別人愛不愛你有問題 有時候真的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部分裡頭啊 你就會發現我們長期以來 教學環境的一個獨立啊 這會造成這樣的一個結果 最後一個難處 我們現在講難處 下一個難處是什麼 就是我們到底有沒有建立 非常完整的有效評量課程方案 就是能不能去評量 我的課程是有效性的 我的課程能不能夠更好呢 那於是社群就變得非常的必要 學科中心當然在做跨校社群 學科中心也只能做跨校社群 因為它是一個全國性的一個組織 所以我們做跨校社群 各位老師 我從跨校社群看到的難處 我就可以放大你在你學校校內的社群 為什麼 跨校社群彼此陌生而客氣 有的時候我都發現 這種社群運作起來都還有一點點難處 那我更無法想像 回到校內 我們彼此你就坐到我旁邊 坐在你旁邊 我們如何能夠在一個非常健全的 溝通的一個體制之下 我能夠讓我的社群合作更好呢 所以EDPI它比較站在一個什麼角度 就是一個教師專業社群 它站在評鑑的角度 也就是任何一個交換設計 你透過實驗再實驗 執行再執行 然後觀課再觀課 評鑑再評鑑不停的修改 舉個例子 今天展現在各位面前的 這六場對不對 十二堂 十二堂課 這十二堂課是我們社群研發的成果 這個可不是第一次在各位面前展現 他們已經在自己的教室當中 不停的修改 然後修改之後今天展現在各位 然後我們又請了非常棒的 六位的講評的專家來給我們評客 那也就是說各位又帶了一些收穫 會回到自己的這個社群的一個現場 等於下一次展現的又不一樣 那我覺得這種學習它會比較有動力 而且它的所有的當中所有的評客 以及今天接受到各位的高見 我覺得它是一個很正面的很正面的一個回饋 那我們有沒有辦法把我們校內的社群維持這樣的動力 這也是各位可以思考的 所以簡單來講 在整個課程的一個設計當中 我特別要特別提醒就是課程設計的處法跟減法 你就是我們不要貪多 然後幫他消音來 就是我們不要貪多 有的時候你要用處法 什麼叫做處法 這個觀點我覺得 想跟各位分享就是 假設你今天要達到的是某個教學目標 你要完成的是某一個 你覺得你這個交完之後 你的某個素養也必須達成 或者必須要達到什麼 各位就拿那個當目標 而且用這個來處理你的課程 就是你的課程必須處理這個 希望他是整處 我覺得最恐怖的是什麼 你又要處這又要處那 然後剩餘的餘數一大堆 然後我們國文教九都沾沾自喜 我們這個有什麼教學 有什麼教學 各位我們自以為我們達到了好多教學目標 可是學生一堂課上下來 真的是物理看花 什麼都不懂 我還覺得寧可我就讓他得到一個整處的整數 這是我今天用處法的這個觀點 來跟各位講課程設計就是 你有的時候名少不多 然後用處法來確定自己是否達到目標 好邀請您到學科中心 隨時來做作隨時參與我們活動 謝謝大家 謝謝 掌聲樂樂樂 果然是來自現場 提到了各位的心聲 也提到了課程設計 以及我們的社群運作 我們接下來就請我們的幾位旅台人 就麻煩各位 演員人就請各位就座 對邀請您入座 然後呢我們各位老師一定有話要說 所以呢最後十分鐘的ending 我把我的時間都捐出來 沒什麼好ending 謝謝大家 所以各位 我們等一下的方式 我想原則上 我們三位發言之後 我們就請我們的名言人 來跟大家分享 好吧 來 我們各位有沒有要跟大家 來共同分享或想要來提出討論 希望名言人為應的有沒有啊 凡事起頭難 我在等第一位 第一位 第一位 不要客氣 都已經等了那麼久了 終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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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盼望著 盼望著 春天的腳步進來 證明我以前有背過過課 都沒有嗎 真的 事先大家都沒有先討論過 把握這麼好的一個機會 有什麼話想要說 種子教師有沒有話要說 有沒有 我們公文科的種子教師們 都沒有 確定 各位都已經歸心事件了 我看到我們的教務主任進來了 主任有沒有話要說 他一定很後悔 校長為什麼我就從小進了 一進來就被點鈴了 有沒有話要跟大家說一下 還沒有 來 太好了 我們這邊終於有位老師 要跟大家分享 來 這個聲音好像比較小 我把麥克風給你 好 這個關掉 謝謝 請問 就是從早上到現在 因為我們知道 聽到說 這個也聽到那個 上課程老師講到說 我們這個課程的 所謂的上游 中游跟下游 那這個上游 問題的話 是課綱 那 我們就是說 我們這個課綱的 問題前一陣子也是 吵得這樣沸沸揚揚的 我們在這個課綱的這個討論 跟這個審定的這個過程 甚至可以有比較再更細膩 更開闊的一些做法 要不然就是這樣一個課綱下來 那我們這樣沸沸揚揚的時候 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是 並不是大多數人的共識 那我們在教學現場裡面 要進行教學的時候 那怎麼樣子來 這個面對這樣子的困境 那我覺得這部分也是想請教大家的 謝謝 掌聲一下 好 再來第二位 第二位 我先讓我們的幾位年人 可以思考一下 就是提到課綱的討論 怎麼樣能夠再更細膩一些 來 請 各位信心大家好 我是台語文中陳靜靜 那我今天來這裡 我想也是在學習 因為剛剛聽了這個課程設計的 因為目前我們學校 從以前的學校訪問課程 還有校評課程 那目前是我在處理 那我是覺得 這真的是講到課程設計 這些原則就是說 不要貪脫 就是把這個減法跟處法加進去 那我現在是比較 覺得說其實要再學習的 就是說 其實每一個學校目前在做的問題 都會發現說 我們如果把107加1的整個素養 然後有沒有辦法導入在這個評鑑的問題 那我是覺得這方面 是不是可以 而且學科中心這一些 可以多提供這方面的資料 好 謝謝 第二個問題了 好 有一有二就會有三 來 第三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 第三個 各位如果還沒有想到的話 那我就先 主任要負責第三個 還有沒有 有沒有人要有第三個 暫時還沒有 那我們就先前面兩個問題 先請我們在座的幾位名言人 在第一個部分 我想就麻煩大夫要說明一下 好不好 謝謝 其實課綱的審議 就是它的代表到底什麼是足 或是什麼是不足 那要多少的成員才足 要什麼樣的歷程 其實就是看你從什麼觀點去看 在我個人認為 就是這一次的課綱審議 應該是遞來所有的課綱裡頭 應該它是最公開透明 然後它的審議的成員 其實是最多元的 因為它的代表 除了有四十八個委員 它除了少部分的政府代表 比如說A部長 次長 署長 然後就是有地方政府的代表 這些是屬於機關代表之外 其實其他的委員 都是各界所推薦的 就是專業的代表 包括學者教授 國中小的教師等等 然後其他都是經地板院那邊審議 然後行政院就是發委員的品書 也有高級中等教育法 它其實也有學生的代表 算是成員最多數的 那所有的審議的過程 其實都在那個 就是課綱審議的平台裡頭 公開資訊平台裡頭 其實你都可以看到那個底層 算是就是 而且它在審議的過程裡面是 先審程序 再審實質 就是你的程序一定是經過多少公聘會 多少說明會 然後就是那個 你的程序一定是要正當的 然後才去看那個內容 這樣 所以它的開放的程度 應該是歷屆的課綱 就是沒有這樣子 在我看來 其實它已經是非常細膩 也因為如此 其實剛剛令民主任有講說 可能就是我會對於大家的意見會有什麼 其實真的是我 因為我其實再怎麼講 我都會 政府我們這邊都會說 其實這個其實就是尊重委員會的那個審議 審議的結果 因為為什麼速度會那麼慢 其實各方的代表對於新客綱 期望都非常高 而教師代表就是一般的學者專家 以及就是學生對於他們將來要學習內容 其實都有非常非常多的意見 各位也可以從資訊平台裡頭看到 就是各方代表的那個意見 那審議的議題 它的票數都完全是就是公開透明的這樣 所以政府已經不是那個說 我們政府說了算的一個課綱 它其實是就是各方成員 然後審議下的就是最大共識的這樣的一個課綱 我先說明到這邊 謝謝 謝謝副部署長 各位如果等一下還有想到我們還後面可以繼續討論 關於第二個議題的部分 就是談到素養導向教學之後平良的問題 針對這個部分呢 因為他有提到有學科中心 但是我想先請范主任先回應 然後接下來再請立明老師 好嗎 謝謝 我大概針對這問題給師傅還有其他想法 我一起在裡面談這樣子 那第一個我可以講說 算高教學絕對不是說現在才還是有的 如果我們再用那四個原則再去看說 我現在很多在座的老師都這樣在做了 那是未來要讓更多的比例的課堂 是往這方向來做 那第二個裡面會贊成立明老師所說的 算高教學絕對不是活動非常多 叫做素養導向教學 但是真實的回到學生的學習裡面 他怎麼樣在情境裡面學習 在這邊的過程裡面 他怎麼樣學會學學人 那才是一個更重要的 所以有時候看起來反正是很舒服的 可是他是真正比較深層的學習裡面的時候 他是反正是更重要的這樣子 那第三個裡面 剛剛大家有談到一些 理想跟現實的某些問題 當然所謂的理想永遠不是打造好的 它是我們一起去努力的 正因為理想很閒時間有些差距 他才造成某些張力 這個張力裡面會使得 配到說是勁安 會讓一些努力勁安 會讓社群一起來努力工作 所以我們會把它看出來的張力 也是一個差距這樣 那第四個裡面 課堂的這個部分在的話 雖然說不知道說大家會在意文白帝 也會在意一些選文的部分 可是我不曉得 應該在座各位裡面都有 在仔細的回去看到 我們這次國藝文的新的禮綱 我自己下去讀 我自己讀了 我很感動 感動意思是說 他這邊提供一個脈絡 他這邊把 剛剛如果說從 我剛剛沒講完的部分 他從篇章文本文化裡面 怎麼樣可以提供開始一個脈絡 然後在協議表現裡面 聽說讀寫裡面 怎麼樣可以有分析 了解 歸納 探討等等的 這邊都有提供了一個 一些方法脈絡等等 可以在我們的這部分 可以這樣開始做整合活用 所以剛剛為什麼要強調 要回到領綱的水中 裡面去看 那邊提供一些脈絡 提供一些 學會學習的方法 可以撤離在那邊 然後另外一個部分 關於評量什麼等等 大家如果有興趣 可以上 國教院的協力同行政網站 那裡面都有一些 郭一文裡面的 教材 書養黨教材教法的一些模組 還有一些評量的一些 範例 我們都已經提供在那邊了 大家可以從那邊再看到 我們發展一些工具 在這裡講 謝謝 那我們接下來就麻煩 麗品老師也再補充一下 首先非常謝謝老師 給了學科中心 未來也要努力的一個方向 那它非常重要 如果我們認為科學設計 是未來我們老師 面對新鶴崗 在未來的國文教學裡面 不可或缺的一個設計能力 那麼這樣的一個能力 設計出來的東西 如果自己沒有辦法 去用一個比較好的評量方式 那我覺得這樣的課程 是對學生必然是有福的 那我想這中間也是有一段距離的 那我要回應一下就是 剛剛 我覺得郭文老師是一個共同 我先講 第一我回到剛第一個 就是課剛那個問題 我覺得郭文老師今天面對文擺比例 或是對於選文的篇數跟內容 有我們高度的焦躁 我覺得有一個部分是因為 我覺得整個社會環境 對於語文教育的態度 讓我們覺得非常的引以為憂 那我們知道 語文能力是一個 語文能力是 建立一個國家人民素質 非常重要的一個基礎 也是個人 終身學習的重要助力 那這樣的語文能力 我想認為一個先進國家 對於自己的語文能力 特別是國家的強勢語言 我認為不只是該極力經營 而且應該要好好的去語以重視 但是我覺得國語文 從這近幾年的一個課剛的導向 不停的被外國語文 以及新住民語言 或者是其他的語言 其實才能講有逐漸弱化 在逐漸弱化的一個情況下 我們就會感覺一個國家 在發展自己的語文策略的時候 除了重視強勢的國際性語言 比如英語 那你對於自己本國性的優勢語言 那就是國語文 我們到底要給你怎樣的一個地位跟經營 我覺得這個才是我覺得 國文教師一個集體的一個憂慮 所以今天如果說現場 我們說過程的一個公開或幹嘛 那我們就要去思考 那究竟是什麼人來開這張會 怎樣的人來弄這樣的一個過程 過程的一個公開 我從來不覺得它是個難處 可是重點是當時這個整個的一個 委員制啊整個體力的農層 有的時候就是事情發生了 我們才在事後跳腳焦慮抗爭 我覺得原來就叫做沒有用 我真的這次真是真正知道 什麼叫做沒有用 那整個過程當中 我也非常謝謝大學端 有不少位的教授 真的非常勤勤懇懇的 幫我們非常多的忙啊 我是覺得這是我在過程當中 心裡頭非常溫暖的一部分 那提到這個課程設計呢 我們也跟大學端的教授 以及未來國文教學 我也跟老師報告 比如說國文學科中心這個寒假呢 即將要展開的那個種子培訓 這次的主題是什麼呢 如何指導學生進行專題製作 各位一聽就知道 這一定有這個大骨頭 對很累 各位又想 這個一定很累 現在又想了我頭畢業發 這個叫做如何指導學生呢 去做專題指導 那您知道嗎 只要來參加研習的種子老師 不只自己要去弄出一道教案 自己落實執行 他通常都還會要求 你怎麼能量的這個課程 那我想跟老師報告的是 學科中心一直在做這樣的事情 在這兒跟老師報告 謝謝 謝謝 來 第二回合 再做個各位老師 來前面易里宇老師請 聽說麥克風OK了 謝謝各位老師 大家好 今天參與了一整天的會議 非常感謝主辦單位 因為從細則 然後到分科報告 那我覺得看到了很多年輕代 還有老生 如果老將都出來了 我覺得未來年輕老師 勢必是可以更勇敢地站上台 那我覺得在現在台上的 我想很躁刺地請教 就是我們的署長 還有副署長 這樣兩個問題 第二問題就是 當大家在吵著文擺比例的時候 我有個想法 文擺比例呢 儘管我們開放了各課跨領域 各課包括學生代表 大家一起來決定了比例之後 是不是那個篇章 應該要回歸到專業 因為當中國大陸 他們已經變成了統一的教材 今年我接觸到對岸的教授的時候 發現他們大約是從 就是高中的科技教師 和大學教授 一起來審核篇章 他們是非常非常慎重的 委員大約有兩百人 在每次的會議大約是八十個 其實都是教中文專業的人員 那我覺得篇章部分 是不是應該回歸我們 其次呢 第二個就是 我們大家都知道這個篇章之後呢 我都要被高職的孩子請命 我覺得高職的孩子 一直是非常非常邊緣化的 包括呢 像這次的 就是上次 10月27號 可能出來的時候 執法登先生的 有關於台媒的部分 我們沒有話說 但是在這個年代 已經講究 又網路購票的情況之下 我們是不是還要選擇 台鐵的購票張則 我覺得其實非常非常 有點荒謬的 那麼最後一點就是 我們強烈的建議 國教署是不是能夠明白的確定 各策的教科書 應該選幾篇文章 因為在目前 除了文台之外 沒有人告訴我們要多少篇 連馬來西亞都 六冊都有119篇了 如果我們一冊 就有10到12篇 那到底篇數應該是多少 我們會蠻希望上層長官 給我們明確的答案 謝謝 好 這個問題就要繼續 來 第二個問題 我要副主長先思考一下 在座的各位 有沒有要再提問題的 有沒有要再提問題的 沒有 都沒有 顯然這個問題很大 我再開放第三回囉 還沒有問題 等一下副主長回完之後 就準備Ending 都沒有 那我們就請副主長 有足夠的時間回應 這個其實 那個專不專業 就是誰選是專業 其實那個就是整個 他在審議的過程裡面 他的篇章其實還是 是從研修小組這邊提出來的 研修小組這邊提出 其實就是委員認為 有意見 然後就是他們審議 但是整個多數的那個篇章 其實都還是研修小組提出來的 所以研修小組還是專業的 不是說你這個審議小組 然後憑空就是抓一些文章來 其實不是 他是研修小組 就審議委員會 還是就研修小組所提出來的內容 去進行審議啊 這是一個 第二個是 其實技高到現在 所以他所有的那個 就是選文的部分 他還沒有提到大會耶 他還沒有提到大會喔 所以這個部分 可能媒體他們其實 確定他其實研修小組那邊 都還沒有提到大會 他研修小組的組成 其實就是還是在教研院那邊的組織 就是學者教授 還有一些是我們現場的老師 他們都是專業的 我先這樣說 至於教科書的那個幾篇 好像其實是沒有規定 這個部分不曉得 那個主任那篇會不會比我更清楚 另外的話就是語文 先到我們的那個就是 不定必修之外 其實各學校 他其實在加深加廣那邊 其實還是可以再強化 就是你看是國務科 或是數學 或是你自己要加強 加深加廣那個部分 其實還是可以再增添你要的 那個學習內容的 旅人這邊有沒有需要 要先行說明或補充 但覺得還沒有 好來 後面那位老師請 麻煩各位要發言 等一下趕快舉手 因為我要準備ending了 請 好 各位老師大家好 我是國家院部的 那個國語文研修小組的 研究員我姓蔡 然後我本來今天 都照理說是要在這邊乖乖的聽 因為我們也是偷偷溜進來 可是因為就講到那個 林剛草案裡面有一些規定 那靜田老師是想說 我還是要出來就是要講講話 那我要先講就是關於 為什麼不要限課次的規定 我要先說就是整個 林剛研修小 林剛研修的過程 它等於說是不同的立場 不同的流派 你必須要去考量那個點 然後那個點就在於說 今天國家到底是要 教師要給多少的限制 以及你要多少程度去尊重教師 專業制度這件事情 那其實在我們本來的 林剛草案在送課發會之前 我們是有課次的 可是後來課發會呢 他們認為不要限課次 為什麼不要限課次 我後來覺得 我自己個人也覺得 他們講的是對的 因為我們這次林剛裡面 很大程度的要求 教科書要多遠 你要有主題式的編排 你希望可以有主題式編排 或者是你可以用 我們的表述方式去編排 你也希望可以用 那個學習策略去編排 或者是說 你希望 我們甚至是希望 每一個階段 你大概有自學篇章 然後你都可以有長篇文本 它是一個非常多元的存在 我們基本上 像今天上午我在聽 張慧晨老師講的時候 我其實心裡面默默的 想要跟慧晨老師說 你今天想要的 我們都聽到了 其實我們在課綱裡面 都在做這樣的設計 為未來教科書的編排 已經選擇鋪路 那所以在這種情況下面 你去限課次 它會有一個很麻煩的地方 就是它會又在限縮了 教科書它在編排方面的自由 那所以就是 也就是因為這樣 那個時候課發課 要把課次拿掉的時候 我們也同意了 那這個部分我想 我覺得這個是需要出來說明的 那就是為什麼我們還是覺得 不限課是重要的 那另外今天有幾位 就是今天早上他們講的這個部分 他也講到一個很重要的點 就是老師們都是巧步 那我其實在這邊 在回答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想要順便 就是請拜託老師們 這一次的課程改革 好好的去看我們草案在講什麼 因為我覺得未來就是在課程 將來教師自主 它是越來越多 就是越來越重視的時候 我們需要是從課程的設計者 去看到教科書要怎麼選擇 所以說在這種情況下面 你需要知道什麼時候 你要選什麼樣的教科書 所以如果希望教科書 可以幫助老師們教學的話 我們要有更多選擇的眼光 所以如果說希望老師們 就是可以從你剛剛我們的理念出發 去看教科書是什麼樣子 才是最符合老師們的教學的需求 那以上說明 謝謝 好 謝謝顯然是一個美麗的誤會 我以為重新提問的男士做說明 好 各位 終於要跟大家說 謝謝大家出席的時刻 我們很感謝所有各位老師們 這麼樣的認真專注 剛剛如果您還沒有看到這個德國影片 麻煩各位務必去找 除了德國的影片之外 他還去了挪威 一定要看 各位看到挪威的監獄 也會很想要進去當伴侶 因為他們說了一句話 我們要讓他進監獄的務必 是因為希望他在這裡 能夠得到更多的尊嚴尊重之後 將來能夠重返到社會 我們也期待 未來當我們討論課章 討論任何國家的重要的教育議題的時候 我們能有更多的信賴以及對話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今天的研討會結合了論壇表述跟教學演示的形式 試圖從理論到實踐 以對話和實作正經彼此的理解 讓大家的專業得看見 心聲有出口 國文學科中心有沒有與大家同行 有迷雾就多目前行 有大道就衝龍前進 希望能夠陪伴大家 在未來的語言教育上面開發數人 謝謝今天的所有的貴賓 還有與會的師長 那麼期待大家將來有機會 能夠彼此成為共識的力量 那麼研討會即將結束 那麼恆祝各位大家身心健康萬事如意